8. 東方日報 成都賽事晚眾期待 2015年7月27日 馬經D04 根據馬會行政總裁英家伯的說法 馬會與中國馬業協會的合作 主要是協助純血馬字統紀錄、藥物檢測者這方面 以上全都市賽馬運動的基石 至於與中國馬術協會的合作則是在行政的層面 例如協助訓練監場董事 場地管理、報名系統設計諸如此類 以及培訓其他行政人員以促成賽事進行 而現時各方注目的焦點則是11月7日在成都舉行的賽事 彰顯了香港賽馬會與馬協的緊密合作 香港賽馬會不但協助技術上的鑽牌 還會嘗試提供商業上的協助 尤其是在沒有投注收入的時候 即而找贊助及其他市務技巧去提供財政上的支持 這次賽事馬會由主席以下的高層將會傾潮而出 相信半個香港馬卷都會在成都出現 當日是週末 香港則在週日才舉行賽事 時間上剛好可以趕得及 畢者也打算與行家們組隊上去臭臭熱鬧 有可能成世界馬壇焦點鄧小平有名言 摩柴尼、懷、掛河 沒有第一步那來第二 第三步 欲大的事欲要小心翼翼 按部就班 以免出賊子 這十一月的成都賽事便是士金石 辦成功了才有第二步 第三步 可謂極對象徵性意義 故此這樣一次未必有頂尖級好馬 亦未必有頂尖級獎金的賽事 極大有可能憑第一聲淚而成為世界馬壇的焦點 香港賽馬會亦會派出大批人手協助轉播事宜 在現行框架下由於並非海外受注賽事 未必可在香港作現場直播 也許要在網上收看 但環有好一段時間 在初傷下能有變動亦未可了 誰直線